警方壓制在地 控制住行動 反手上靠 還想要逃跑 男子不斷掙扎的現場 就在肇事者的家門口 因為10月27號的一起死亡車禍 18歲無照駕駛的肇事者 讓雜蛋客疑似看不下去 行程不滿 帶著一盒雞蛋 兩顆番茄 就往肇事者家門外丟職 他應該生氣 打包不平 我覺得不會很過分 他做的事情都給人家還要過分 事故發生在27號白天 雜蛋事件則在一天後 28號傍晚6點多 24歲張姓男子 騎U-Bike前往白姓肇事駕駛 駕駛門外 除了丟雞蛋番茄 還不斷叫囂 被制止後雙方爆發拉扯 警方互報趕到現場處理 經瞭解張姓男子 與網路資訊獲悉日前於北屯區 無照駕駛致行人死亡案 之白男處所並到廠池 雞蛋番茄丟職 全安金帶回後 以恐嚇回損罪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根據了解 這名男子為台中北屈人 本身無業 雖然是為了打包不平 但人被依法就辦 辭者家屬低調 萬聚採訪 僅透露 至今都沒有接到 肇事者或家屬的任何聯繫 目前會依照司法程序處理 三清五圈船 Monster 就在S小組台中採訪到